我曾经跨过深河的海 也穿过真身热海 记得看见冰房才是唯一 Deader 白白之路在路上 主外龙必谈到第一座 吉林寺的第一座流房 被烧毁 我们 就令龙必感觉到 回想到似乎大师傅 预先知道流房会被烧毁 才会 才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年 纠正前两年 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年 夏令龙必要修建一天盖好的流房 嗯 法胜师傅 真是 嗯 不可思议啊 毕大王 也常常分享 法胜师傅的预知能力 毕大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啊 就跟大师傅调法相 调来调去 大师傅就讲一个故事啊 讲来讲去 听来听去 好像是毕大王自己的事啊 毕大王就放工具 然后就问师傅 师傅 你是在事情发生后才知道 还是事情发生之前才知道 毕大王就说 师傅 请下次啊 早点告诉我 哈哈哈哈 不要 让我 遇上这种问题的 大师傅就变得 嗯 可以的 他玩 不过他玩是很有智慧 有自己的 呃 想法 自己的 组件 如果下次 呃 师傅告诉 他玩 希望他玩 呃 只能是 可以过 呃 可以 呃 等级的话 成为 可以发展的话 就不会 送这种大佛过来 各位大德 所以 听故事的过程中 呃 请放心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 呃 大师傅也 跟龙毕强调 跟 Pico 大师傅的使者强调说 金灵寺 这所寺院 呃 每一个过程 复兴的每一个过程 要记载 要记载 呃 所以龙毕业 ใช้ 今天呢 ใช้ 发生 记载 在YouTube里面 哈哈哈哈 历史 历史 真是的历史 想要听 词语的故事 要听 呃 我们 就会 呃 嗯 哈哈哈哈 就会听了 词语的故事 龙毕业 也问了不少人 呃 有些人听了到目前呢 听了觉得 哦 龙毕很精彩 很发誓 有学习到 呃 复兴 黄飞顺 不简单啊 哦 随时龙毕的功德 等等等等 就跟着发誓 这就表示说 龙毕跟团队 复兴 黄飞顺的功德 已经存到各位的心了 听了发誓啊 主席功德 撒 撒 都 哈哈哈哈 只如听了不发誓啊 嗯 收不定是 呃 龙毕所说的三方 呃 其中一方 呃 已经牵涉到其中的一方了 是不是 自己的意见 已经偏了 哪一方去了 呃 收 租费者 那一方呢 还是 呃 暂去 暂去 荒废寺院土地的那一方 暂用 土地的那一方 还是第三方 就是 无知者 听了太多谣言 然后就 相信了谣言 所以 呃 可以 参考一下 这是真实的历史 好 嗯 自从我们 修建第二座 了方啊 就干工 干工 为了 能赶得上 2012年的 入语安局 不过 真的干工呢 只能赶到这个程度 呵呵 2012年 入语安局的 那天给位 看 呵呵 二楼的 已经 呃 有屋顶了 有屋顶了 但是 还 墙壁还没 还没 还没 庄好 所以一楼可以住 二楼还不能住 呃 不过 后来 在语记安局期间 就可以开市 进入了 入住 舒服哦 哦 哦 就好像 谁来看 这边是 两层楼 竹子 做成的 啊 了方就觉得 哦 是不是 好像是 别墅啊 龙匹 哦 哦 附近边都是 到天 啊 很新的 很新的 哈哈 哈哈 我们也认为 十万 呃 我们 就住 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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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三楼 欸 往上 风水來啊 列为 與發光 倫敦者是主旨 它是和風飄 飄洞 叮叮叮叮 他的 180度 第一晚 旨曾去 在澳洲最上面 歐買來就是杨栓 我们把他改变作 自己的疗防 有一点 他可以 称得朱荣毕的体重 会不会 躺下去后 然后半夜 整个塌下来 就心里就想 会不会呢 不过不会 相当稳固 相当稳固 唯一能 害到这个 疗防就是 蚂蚁虫 白蚁 所以2012年 语气安居 蛮好 气氛很好 就 边入住 边装电线 等炮等等 因为在 2011年 自从农婢来 开始 复兴黄飞宣 就几乎每个月 就举办一次 供养宅生 十所寺院的供养宅生 就轮流 办了几次 十所寺院 供养宅生 所以当 我们被 从 第一座疗防 被请 离开 到 一到 两 太母 的 橙色土地 这边呢 这小块 就花时间 在 整理东西 跟 盖第二座疗防 当第二座疗防 盖好了 厨房也 整理好了 就方便了 我们就想 因为疗防 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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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请 很多法师 来用餐了 我们就举办百所寺院 供养宅生 好了 就请一百所寺院的 助持 助持法师们 在南龙县这边 来用餐 然后就供养 修大功德 没想到当我们 公布 公布要办 大斩僧法会 反对 复兴 黄废寺院的 一些出民 就 不满意了 所以每一天晚上 我们 举办 百所寺院 斩僧法会 之前 每天晚上 旁晚就来了 一大群人 用 乡下的大喇叭 装在 小 笔 上 或者是 他们的 倒田 用 用来更田 的 一般的 卡车 就装上了 大喇叭 这种 大喇叭 各位 乡下的 大喇叭 这是 不许 本身 如果 黄废 将 态 可 许 理解啊是这种情况啊 大喇叭很 很很很长了很大 一打开啊可以听到另一个春桩 两三四个春桩附近啊多有听到啊各位 很远很远 几公里多有听到呢 他就把这种大喇叭呢 傍环就来了 ไป了一叻 卡车 然后就一群人 哈尔尔就会被赚在 吉林寺门库 就会被很多人 就用麦克风 啊 嘛 乳嘛 然后 发生门本来 晚三四点 要做晚客吗 就 就得 提早做 不然 晚三四点做了 就提早做了 就 呃 回去了房休息 呃 那 辱嘛久了 喝醉久了 呃 也用 这种弹 小石头啊 呃 弹进来 呃 不过几 谈了几个月啊 呃 谈了一个多月 只有一面玻璃啊 有有漏 有有破洞 这是蛮神奇啊 因为因为平常他们谈的 呃 技术啊 非常准的 很精准 因为乡下的人啊 是射鸟 哈哈哈哈 射鸟射鱼 用这种工具啊 来 呃 射鸟射鱼 呃 所以他们射的很准 不过 奇怪 一个多月 只有射到一栋而已 玻璃窗户 我们就觉得 呃 神奇神奇 法堂很神奇 当时龙屁 呃 有种 有种竹子 还好有种竹子 本来主持们就反对 诶 龙屁竹子啊 种了很多 会有很多蛇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 当发生了 呃 这些 一大群人来啊 呃 他们就了解了 为什么要种竹子 挡 一些 小石头 那 射来射去 用 大喇叭 用麦克风 辱骂了 一个多礼拜后 呃 也开始用 冰棒球炸弹 扔了 呃 这个冰棒球炸弹是 他们改装啊 里面是 呃 有放 有些放 放铁钉啊 有些没有放 有些有放 呃 一扔过来啊 各位这是 吉林寺的屋钉啊 哈哈 发堂的屋顶 呃 祖师发堂的屋顶 啊 就 晚上就可以看到 星星了哦 很亮哦 星星很亮哦 哈哈哈哈 哦 就漏水了 呃 一旦 转发堂的屋顶 就 2010年 那年呢 办断期住家的道场 这是跟我们很熟悉的 就在这边共请100所寺院的助手法师来这边接受供养 跟各位分享功德 萨徒 可能今晚来不及谈到 启示功德义了 明天再谈